歡迎來到懸疑檔案 DNA檢測技術,在協助警方破案方面 一直以來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就算只有一滴血,一條頭髮,一些體液,甚至一些皮蝕 往往都能夠成功鎖定作案人將它逮捕歸案 但是,本案的作案人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 利用了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 連續幾次在抽血的過程中出貓 騙過了DNA檢測,成功逃出法網 現在就等我們先回到1992年 看看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加拿大沙省有一個叫基白寧的小鎮 里座只有1000人的農業小鎮 民風純樸,犯罪率低 23歲的Candy就住在里 Candy 是一位單親媽媽 在當地的一間油站工作 1992年10月31日 Candy 好像平時一樣在油站上班 當晚,她的男朋友來到了油站找她 接著,他們就因為一些小事而發生了爭執 由於他們都是炮漿鏡 誰亦不願意讓步 所以Candy 一怒之下就開車離開了 Candy 有一個在醫院工作的朋友 所以她就去到了醫院 打算找朋友掃扶 但是,Candy 的朋友當晚並沒有當值 而Candy 當時亦因為鼓著氣而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護士便建議她看醫生 當晚的殖班醫生是31歲的John 醫生 她亦是 Candy 的家庭醫生 她的女兒就是John 醫生接生的 Candy 告訴John 醫生 自己跟男朋友吵架後覺得很不舒服 想要一些可以令自己冷靜下來的藥物 John 醫生聽了之後 拿出了一支針 注射在 Candy 的手臂上 注射後 Candy 立刻就覺得很累 她四肢貪圓地躺在檢查室的病床 她嘗試開口求救 但喉嚨就無法發出聲音 意識還開始變得模糊 這個時候 Candy 隱若覺得John 醫生對她動手動腳 在 Candy 恢復意識後 檢查室內只剩下她一個人 她知道自己曾被人脫過衣服 並懷疑John 醫生性侵了她 於是 她立刻脫了一條內褲 裝入一個蜜蜂袋 由於 Candy 當時還有些溫溫 所以護士便建議她留院觀察一晚 Candy 拒絕了 她沒有跟護士說她的懷疑 就直接離開了 為了證實自己的懷疑 Candy 在第二天 就去了隔壁鎮的一間私人診所做了檢查 醫生在她的底褲和體內都採集到精液 而 Candy 的驗血報告也顯示 她曾經被注射了一種叫做 Warset 的麻醉劑 於是 Candy 立刻去到警局報案 當 Candy 指控John 醫生性侵的事傳出去後 小鎮的居民都不相信John 醫生會做出這樣的事 John 醫生在賈比亞出世 在南非獨醫 她在 1987 年開始 就一直在小鎮醫院行醫 她非常關心病人 亦經常為小鎮的發展出心出力 所以在小鎮的聲譽很好 相反, Candy 給小鎮居民的印象就是一位Party Girl 所以大家都認為 Candy 在說謊 無裂John 醫生 想要利用這件事來騙John 醫生的錢 警方詢問了當晚當席的護士 他們都表示當晚一切正常 並沒有見到檢查室內有任何可疑的事情發生 而 Candy 亦沒有跟他們說過任何事 John 醫生亦表示 他在當晚幫 Candy 打針後就離開了 並沒有對他做出任何不當的行為 他認為可能在 WhatsApp 令 Candy 產生了幻覺 所以才會做出對他錯誤的指控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 John 醫生同意嚴血 他去到了警方指定的地方抽血 被警方做 DNA 檢測 幾個月後結果出路 John 醫生的 DNA 和性侵 Candy 的人不吻合 指導了檢測結果的 Candy 感到非常驚訝 他認為一定是有人污染了 DNA 樣本 所以結果才會不吻合 於是他來到警局 要求警方再進行多一次 DNA 檢測 由於 DNA 檢測在當時還算是比較新的技術 所以警方也擔心會出錯 於是就同意了 Candy 的要求 1993 年 8 月 警方再次要求John 醫生進行 DNA 檢測 雖然John 醫生感到很無奈 但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 他也是同意了嚴血 此次,整個抽血過程都在警方監督之下進行 他們親眼看著一位註冊護士 在John 醫生的手臂上抽血 完成後,護士親手把血液樣本交到警方手上 再由警方轉交到實驗室進行檢測 此次的檢測結果與上次一樣 John 醫生的 DNA 和性侵 Candy 的人不吻合 既然兩次的檢測結果都證明了John 醫生不是作案人 再加上並沒有找到其他證據 可以證明Candy 真是被性侵 所以警方也終止了調查 加下,小鎮的居民都一面刀指責Candy 無中生幼 編造了一個故事來捕捉John 醫生 所以只要Candy 出門在外 大家都會在他的背後指指點點 還有人當面對著他講了一些很難聽的話 面對真相的閒言閒語 雖然Candy 的心中很難受 但他很快就振作回 他清楚知道自己當晚曾遭到性侵 而性侵他的人就是John 醫生 他明明才是受害者 現在就莫名奇妙地成為了造謠者 他不甘心就這樣被John 醫生逍遙法外 他一定要想辦法讓John 醫生受法律制裁 幫自己挽回性餘 於是 他請了一位私家偵探幫忙 私家偵探來到John 醫生工作的醫院 他在停車場想辦法打開John 醫生的車門 他在駕駛座收集了幾條頭髮 並拿走了一支相信John 醫生使用過的潤唇膏 之後他將這些東西送到一間私人實驗室進行DNA檢測 結果顯示 John 醫生的DNA 與Candy 底褲上的DNA完全吻合 也就是說 John 醫生就是性侵Candy 的人 知道結果之後的Candy 很興奮 他立即拿著檢測報告到警局 要求警方重啟調查 由於這個檢測樣本 是由私家偵探擅自闖入車中取得的 所以法庭並不會承認這行證據 不過 看著Candy 堅定的態度 警方也開始相信 Candy 可能真的沒有說謊 否則他怎會大費周章 花那麼多錢來請私家偵探 還自己一個清白呢? 但是 警方明明親眼看著護士 在John 醫生的手臂上抽血 DNA 結果也不吻合 到底在哪裡出了問題呢? 於是 警方又再次要求John 醫生進行嚴血 這一次 他們要求John 醫生來到實驗室 並由血清專家親自進行抽血 為了確保抽血的過程不會出錯 警方還帶了攝影機 將整個過程都拍下了 血清專家打算在John 醫生的手臂上抽血 但是John 醫生表示 自己的身體有些狀況 導致手指很容易出現瘀青 加上如果手指有傷口的話 工作的時候不太方便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在手臂上抽血 警方同意了 不過 當血清專家幫John 醫生抽血時 他發現 John 醫生的證物 比正常人的證物超大 他嘗試了兩次 都沒辦法在手臂上抽出血液 直到第三次 他終於成功抽到血 但是 血液就呈暗紅色 看起來不像是新鮮的血 這一點 連血清專家也覺得很奇怪 最終 因為血液的質量太差 所以沒辦法有效地提取DNA 案件就這樣被擱置了 時間到了1997年4月25日 警方收到了一通報警電話 報案人是John 醫生的妻子Lisa 他跟警方說 John 性侵了自己和前夫所生的女兒 女女表示 John 在過去幾年 經常都會在半夜進入她的房間 幫她打針 然後再性侵她 不過 Lisa 一開始並不太相信女女所說的話 直到她在家裡找到了一個 裝滿了針筒 安全套 以及多種鎮靜劑的盒 她才相信女女說的是真話 Lisa 一直在責怪自己 為何沒有早點發現John 的惡行 還害了自己的女兒 之後 警方逮捕了John 並進行了第四次DNA檢測 這次他們拿了John 的頭髮和唾液進行檢測 至於血液樣本 他們沒有在手臂上抽血 而是拿了手指上的血 檢測結果證實 三個樣本都跟當年性侵Candy 的人完全問合 也就是說 Candy 沒說謊 John 真是性侵了她 但是 為什麼這次檢測結果 會和前幾次不一樣呢 警方明明親眼目睹了整個抽血的過程 為什麼結果就不吻合呢 1999年 John 在庭上親自解答了這個疑問 原來在進行第一次抽血之前 John 在醫院偷了一位男病人的血 並將血液和抗型劑一起打入了一條手術印流管 之後 他在左手臂開了一個洞 將印流管插進去 插到平時抽血的位置 這就是為什麼血清專家會覺得John 的静脈 比正常人來得更加粗大 因為那條根本不是静脈 而是印流管 所以 警方在前兩次的DNA檢測 都是抽到了其他人的血 檢測結果當然不吻合 隨著時間的推移 印流管裡面的血質 也變得越來越差 而他也不可能再跟原本的男病人取血 所以在第三次抽血的時候 才沒辦法有效地提取DNA 不過 John 在庭上否認了控罪 他表示 在Candy 潛入他的家 透了他用過的安全套 再利用裡面的精液來無裂他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他才會出此下策 透了病人的血來維護自己 最終 John 被控性侵 非法使用有毒物質 和妨礙司法公正 全部罪名成立 獲刑六年 並被吊銷醫生執照 判刑之後 妻子 Lisa 和他離了婚 並向加拿大移民局 舉報他非法獲得公民身份的事 Candy 於 1992 年報警 隨後警方開始調查John 但是John 在 1993 年申請入籍加拿大時 他向有關當局隱瞞了自己是警方的調查對象 所以他的公民身份屬於非法獲得 2003 年John 被加息出獄 加拿大政府隨即撤銷了他的公民身份 並將他驅逐出境 於是市場 議因明 很無敬 我們親人相聽 海洋 有一個 這樣子 他訴美 深領